欢迎你继续收看上阶关心台湾的欢迎新闻 最早上最明显的就是合格汉纸 在第几个月也见过合格汉纸更加两个瑞士卷 如果是这条真多人家家义 现在也大大见过生乳卷泡芙定型申品 希望可以团圣和后一代 也能透过少年人的传奇和力量 继续台湾合格的农地申品 发展做健康到团圣国健康的点心 刚做好的鸡两个 看起来是非常好吃 水南兄只为鸡一做点心的老鸡 介乎水南最出名的农地申 这处好吃的地瓜瑞士卷 带着很多人的鸡 也成功提供在地好吃的鸡 在地水林这边的地瓜 台湾57号比一般的地瓜都还要甜 全台湾我敢讲 我们的57号水林是最棒的 那我把它融入到瑞士卷里面呢 目前来讲是蛮受大众欢迎 为了創作经家座不一样的申品 老鸡和后生也常常研究 各种好吃的点心 餐厨生乳卷也是泡芙定定 希望可以再度够合水南的汉子 做出特别的汉子点心 除了瑞士卷之外 有想说把原本地瓜的这种元素 然后可以再多一点变化 可能就是做 类似柠檬塔或者是 甚至泡芙里面加一些地瓜的料在里面 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其他不一样的甜点 需要时间去再做点不一样的产品出来这样子 因为这次好吃的还可以跟鸡鸡两个 老鸡的米饭就是堅持天然的好煮味 希望客人吃得安心和健康 这是老鸡最大的阮忙 不过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原则 简单 然后食材都是要天然的 然后要有来源正常的 包括蛋跟一些糖啊油部分 我就是用最简单 然后品牌要一定要品牌 绝对不能用来路不明的一些食材 这是我的一个原则 现在老鸡慢慢装鸡两个的技术 穿好后一台 希望老鸡少年人创新的手法 可以带婚人在地隔拼一个农産品 创作最大的鸡蛋 记者 曾怡婷 蔡宏博德